阮玉强知道他的父亲是怎么死的 但是自从他回来后 他从来没有找过你们谢家的麻烦 当然了 你们谢家实力雄厚财大气粗 他也不能把你们搗离 但毕竟他从未踏进这身门 就凭这一点你们都应该帮帮他 既然我们都欠了阮家一条命 何不携席出来 一起救救这阮家最后的相互 也算我们再赎催啊 二叔 如果我们谢家真欠了阮玉强一条命 那我就为他冒险一次 要不然 以后还会有什么兄弟愿意跟着我们 再说了 石小雨要是真的爱阮玉强 我倒希望他嫁给阮玉强 而不要嫁给少儿威那个赖皮狗 还是谢少爷 通情达理 有一颗菩萨心肠 周会长 废话就少说了 你到底要我们怎么办 当然是希望得到各方的支持 放阮玉强出来 阮玉强可是被当成共党分子抓起来的 要救他坦克容易 这事还要从长计议啊 只要你们谢公管 肯答应处处帮忙 我想这事一定能成 这会长过于推崇我们谢公管的能力了吧 我一向深信 谢公管在九阳城 没有办不了的事 现在阮玉强关在保安团的秘密监狱里 这个少儿威 没少从谢公管拿好处 我想只要你们找他 他不会不打理你们的 好 那老小就试试 大恩不言谢 瘦周莫让一败 不敢 站住 站住 快带回去见四座 不要下来 周会长 王老板 你这么风风火火的是去办什么事啊 还不是忙着为专员大人抽错第二批股资吗 还要卷啊 这不是要我命吗 我们商铺啊 本来存货就已经没多少 再装下去啊 就只有冠门大纪录 我也是没办法 人家是 堂堂的专员大人 我一个小小的商务会长 你说 这人家交代的事儿 我能不办吗 照说啊 还是工军打不了的好 免得我们这些商铺 被国军给炸干了 这话可不能来说 这要是 穿到国境而立 是要掉脑袋的 是是是 周会长 那我先走了 行 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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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回事 师祖 二六三十出大事了 去 马上把资命令发了 是 是 到底怎么回事 师祖 你得为我们三年做主啊 就算我们做的再不对 那也是出于一时气氛 可卸团的那个狗杂种 该对我们下次抖手 岂有此理 这哪些二六三十啊 简直就是一土匪物 师祖 他们这是越来越得寸进尺 你得为弟兄们出口气啊 师祖 你也要不为弟兄们出气 你说 小伯格 你过来 师祖 这会不会是共产党的一个阴谋 共产党的阴谋 您的意思是 中共方面在从中作岗呢 从而让我们军心涣散 相互敌势 最终失去整体战斗力 共产党的宣传无孔不入 我们不得不放 嗯 师祖 你得为弟兄们做主啊 你要不为弟兄们做主 那谁以后还敢为党国卖命啊 把这位弟兄扶下去好好休息 师祖 师祖 你得为弟兄们做主啊 你得为弟兄们做主啊 就我们查密 这位谢团长 他是谢公告的人 谢家的人 家术关 嗯 雨强现在被关押在保安团的秘密监狱里 少二卫亲自带队在外面把守 吐雪岚亲自在里面审问 现在要把她救出来 确实很难 那咱们总不能眼看着这帮坏人 把玉强给折磨死啊 吐雪岚是我的老同学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的胃固很大 她现在不会轻易下手的 关键是玉强 要没完没了地遭罪了 哎呀 你说这个玉强吧 我一再跟她说 不要跟我上台唱戏 她就是不听 这下她好了 这家还没有成 先进了大狱 花姐 不要难过 我们一定会尽情力 把玉强给救出来 吐雪岚 针对的主要是那批军火 前段时间 她还搞了一次疯狂的抓捕行动 死了很多人 所以现在 我们必须慎之忧慎 这帮狗特务 绝对没有好下场 弟兄们 七团长擅自开枪 击毙了王连长等十五位弟兄 真是胆大妄为 无法无天 我奉师座之命 师座真心为弟兄们着想 秉公执法 为死难的弟兄们 招劝 决定将七团长相遵御法 兄弟千军 老子枪便是逃命 老子是严正军纪 放口 严正军纪 也他们轮不到你 大爷军 指定全军 是 弟兄 你个王八蛋 缩的无鬼 你公报自首 老子 杀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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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这种硬骨头 是不会轻易死掉的 你们给他喂些吃的 明早继续审问 是 杀了解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我送你回去吧 现在路上不安全 不用了 现在已经抓了地下刀 路上已经很安全了 是 什么 你们两个 给我把他看好了 要出什么岔子 我喂你没事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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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吃 你老子还没吃 走吧 马书记又为我们派了一个同事 为了吸取上次的教训 这次我们没有手于电报 而且我还要亲自到城门口迎接 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这样反而更安全 新来的同志叫马丽心 她是马书记的女儿 我们曾经见过一次 这是她的材料你看一下 她刚刚大学毕业 学医的 从来没有来过九阳 她的公开身份是 我的远方白生女 和四肢堂教铺的助手 你说我如果不去接一下 是不是说不过去 再有 明天有两批石一堂从重庆运送过来的物资 正好到了 作为商会会长 我也得去看一下 石一堂从重庆调配物资 为什么要商会出面 这是做给其他商家干的 他心里很清楚 一些本地商家仓库里还有存货 但他又不能强制征用 只好想重庆调求 这个石专员不愧是奸商出身 做事一套一套的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石一堂正四面出客 这也是我们和他正式会谈的好机会 让我去试试水 自己人 进来 老舟 二六三十茶栋军营出事情了 出什么事了 小姐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你去吧 你怎么在我房间 我也不知道 我带着几个弟兄下山来采购点东西 采购东西 我看你是抢东西吧 哎呀 我就顺便进来看看 然后 喝点带女人味的茶 你是怎么进来的 这九阳城就没有我进不去的门 图小姐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 在你这儿过夜 你把孤奶奶看成什么人了 图小姐 我当土匪那么多年了 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见上一面 就让老子丢了魂 让给我滚出去 否则的话我对你不客气 我一个大老爷们都还没动枪呢 你一个娘们动刀动枪的 太不压了 别过来 不然我开枪了 小刘提供的这个消息很重要 对我们的策反工作非常有利 现在二六三师有不少反战的官兵 我们要争取他们 团结他们 为九阳和平起义 做好内营 另外你告诉他们 单打独斗是万万不幸的 不仅会暴露自身的力量 而且还会造成 不必要再伤亡 我待会儿就把你的指示 让小刘带回二六三师 要特别听估他们 保护好自身的安全 明白 对了 董副市长那件事 是不是你脚子干的 我当时就想一枪干掉那个女特务 结果没打中 最后 董副市长还是死在了兔绝兰的枪口下 这件事利弊各半 董副市长 虽然是个顽固的反红分子 但是他在二六三师的内部 很有威信 他的死 肯定会给二六三师 造成不小的动荡 宋喜连一定会派人来接替他的位置 我敢肯定 这个人 一定比董副市长难对付 他会为宋喜连 监视施义堂的一举一动 看来我这件事做错了 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件事有弊也有弊 关键就看他朝哪个方向发展 关于营救育长同志的计划 我再好好想一想 你们千万不要情绪帮动 现在局势这么复杂 我们也得做好自保啊 我明白 回去吧 图小姐 能和你上床 就算是死了 我也愿意 来吧 图小姐 你真的开枪啊 老子可是沉心沉意对你的 再也不管 我让你横着出去 好 算你狠 要再来 好 齐参 ho 左小姐 老子还会再来的 在这九阳城 除了老子铁狮子 没有人 配得过你 陈小姐 是你这儿打枪吗 滚 走 少爷 这天要下雨了 出门你带把伞 不用了 这鲍鱼总是要来的 我一直期待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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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不知道 少爷叫你赶快回去 不要 快 快 救命 救命 二叔 你可回来了 二叔 什么事了 我那堂兄谢俊龙 在二六三师 被十一堂给枪毙了 二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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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屋说 神玉堂为什么要向此毒神 听说俊龙哥枪毙了十几个逃兵 此事惹怒了石一堂 于是石一堂就与军阀处决了他 搞屁军阀 您摆着是公报私仇 杀鸡给侯看 你说我们事事顺着他 他还是不肯忘却上一代的仇恨 我们该怎么办呢 能怎么办啊 只能装着不知道 即使知道 也不能开口 运龙的尸体运回来没有 我已经派人去运了 不要运回家 半路上找个风水好的一点地方 没了 二叔 这样做不好吧 为了全大局 你也只能这样了 都给我查仔细点 停一下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车上拉的什么东西啊 你们瞎了狗眼了 石专园的东西也敢查 这位兄弟你消消气 还真就是石专园本人 下了一条特别的命令 说要严查所有进程的人员和车辆 以防共党的侦察兵鱼龙混杂混入城内 共党 查共党查到我头上来了 你活腻了吧 你才活腻了呢 各位弟兄 好 早上没听见了 稍安无躁 稍安无躁 主要是这天儿太热了 这情绪容易激动 周医生 这事您就不用管了 我们自己会处理 好吧 给我严查每一辆马车 都别动 老子毙了他 二叔 我说我们不能老在那个石专园面前示弱 唐此下去 他会更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们以后的日子就更难熬了 依你该怎么办 杀了他 替唐兄报仇 乌龙 乌龙已经在石家外边埋伏很久 找到了最好的聚集点 这一次保证可以万无一失 不能瞒干 我瞒干定了 我到底听谁的 我 我 二叔 都是自己人这是干什么呢 我来说句公道话 曹队长 这批货 确实是我们商会派人从重庆运过来的 但这的的确确确确确实实 是专园大人要的 而且使专园一再听读 这进城之前 千万千万不要打开 防止半遭 要被共军给劫了去 周会长 这个就不好办 这他们万一要是从乌江对面来的共军 那我可担不了这个责任 我说曹队长啊 你太紧张了 这样 你要是不信 你亲自去问问石专园 而且石专园让我们中范之前 必须把这批货送到户心仓库 你说这要是耽搁了 谁负得精致责任的 好 既然周会长您亲自担保 我就放他们过去 来人 放行 谢谢 周会长 谢谢了 谢什么谢 他不都在为党博教练 赶紧向石专园复命 好 告辞了 曹队长 告辞了 周叔叔 周叔叔 我想死你了 我也想你们 家里都好吗 都挺好的 那我就放心了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曹队长 这是我外甥女儿 马立新 马小姐你好 曹队长 你看她这个还需要检查吗 当然不用了 周会长 请 好 周会长 您的侄女儿 怎么会叫您叫叔叔呢 这个说起来就复杂了 周叔叔啊 是我姨妈的表姐的表妹的干哥哥 是挺复杂的 曹队长 那就不打扰你了 我回去了 周会长 请 来 所有人 给我把精神都打起来 不能放过一个共党的可疑分子 来 二叔 二叔 我 你要眼里还有我这个二叔 就取消你那个狗屁的暗杀计划 你已经失败了两次了 还不汲取教训 难道你想把谢家 往火坑里推 我哪儿是往火坑里推我 我这次在为谢 谢公管的前途着想 他十一堂人面寿星 迟早有一天会除掉我 我早就跟你说过 当前的局面 十一堂绝不敢对我们怎么样 当然他会侧面敲打我们的神经 就像这次突发事件 一旦我们真正展开反击 正中他的下怀 他会趁机收编我们的保商队 到那个时候 咱们爷俩 连三尺黄土都没有着落 那二叔 一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以敬之动 而且还得装傻 让他认为我们谢家只有朋友 没有敌人 我知道了二叔 我不会再擅自行动了 对了 要是周瑜问起 让我们解救阮玉强的事 我怎么回答他 帮帮就帮 帮不了也要演的 像我们真为他出了力一样 知道了 来 进来吧 这个庭院好别致啊 我发现我已经喜欢上这里了 来 来 进来吧 小马 这屋子比较简陋 比不上大城市 你就委屈一下 我觉得挺好的呀 干净 整齐 还有一股淡淡的药材味 那我就放心了 周叔叔 你住哪儿啊 我住旁边 对了 以后没人的时候 叫我老周就行了 好的 老周 少爷 少爷 这个药单 有两个药配不齐了 换成百合和黄旗吧 好的 小马 我马上去树林采下中药 你先好好休息休息 我陪你去 算了吧 你说我带着个大姑娘 在树林里瞎转悠 别人看见了不太好 老周 你思想怎么那么保守啊 不好吗 岳父 岳父 那天真的是不关我的事 是图小姐 让我帮助她抓这个 共党分子染一个墙 好 况且 您当初不掩饰 吩咐我协助图小姐 你的意思是 我把你的婚事给搅了 岳父 我怎么可能是这个意思呢 咱们现在要怪 就只能怪这个共党分子染于墙 你说她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出现在这种马台的渡舞台上 又偏偏是这个时候被图小姐给看见了 所以岳父 咱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我倒没什么 可小姐心里受了委屈 她本来就对你 你心里应该明白吧 懂 我绝对懂 多谢岳父大人提醒 我现在 马上就去向小语道歉 对了岳父 今天下午我请客 咱们一家人 在庙全楼好好去一下 您看 好 你去吧 是 等等 岳父大人还有什么吩咐 那个共产党审出来了 这个事我不太清楚 图小姐说 她想亲自审问这个共党分子 所以没有让我插手 你去吧 是 亲自审问 这事吧 好 小语 喂 小语 唉 小语啊 小雨 来 你看 这可是妈妈 亲自给你熬的汤 可好喝了 保证啊 你喝了一碗 还想喝一碗呢 妈 我已经绝食了 我不吃 听话 来 尝一尝 我说不吃就不吃 妈 小雨 妈求你了 你就喝一口吧 你这样不吃东西 怎么得了啊 来 妈 你就喝一口吧 让我来吧 岳母大人 你怎么来了 这可是小雨的闺房啊 妈 咱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 况且是岳父大人叫我来的 难道我出现在这儿不对吗 让我来 来 你 小雨 小雨 听话 喝一口 谁跟你是一家人 小雨 你听话 你走开 小雨 你不吃东西怎么行的 来 喝一口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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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 快 小雨 快 快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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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小雨 小雨 放开我 放开我 小雨 我对你可是真心真意绝无二心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小雨 怎么样 放开我 放开我 小雨 我告诉你 你别再碰我 别逼我 我逼你什么了 我逼你什么了 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人的这门亲事可是你爸爸亲口答应的 你现在如果要是反悔 恐怕对我跟对他都不好 我爸爸是堂堂的专员 怎么会怕你一个保安团的团长 话不能这么说石小姐 没错 你爸爸确实是堂堂的专员 但是你要搞清楚 现在这是九阳 在九阳如果没有我邵尔薇替他掌勺 他现在一样完蛋 所以小雨 咱们两个还是结婚吧 我盼着早日跟你入洞房了 但是你别让我等得太久 你别理睹 我行 你有什么事 你先在哪儿 你没什么事 你去哪儿 我刀子 记得 那儿 好 石正业 这回这 怎么 上山采药去 刚采药回来 我正要找你呢 有件事想问问你 什么事 我听说 最近小雨总是去缠着你 还好还好 怎么 连我都保密 他是去找阮玉强 阮玉强 周会长 阮玉强是你的小兄弟 可是外边有人说他是共产党 这事你知道吗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共产党 我知道 我知道 这回啊 图雪兰 他得给我一个说法 第二批物资准备得怎么样 一个字 周会长 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有十转眼成腰 我相信能办得到 那行 你忙 我先走了 好 周会长 你最近去过江那边吗 我就是有这个心 也没这个胆啊 怎么 你想去啊 没事 我就随便问了你 那我走了 慢走啊 哎 呸 你招不招 你要是再不招 我就把你的牙齿一颗一颗的敲下来 我看你还怎么嘴硬 老子他妈的连死都不怕 还怕掉几颗牙 你们这帮王八蛋 赶快准备棺材吧 不然的话 就没地方放你们这堆烂肉了 我让你嘴硬 住手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 这个共党分子由我亲自审问 其他人一律不许碰 他实在太顽固了 必须让他彻底清楚一次 任玉强 我知道你对你的组织很忠诚 我对我的组织也很忠诚 我们各为其主 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 少他妈的跟我来这一套 老子见多了 我知道你是个硬骨头 我们暂时啃不动 不过没关系 你在你们组织 也算是一个重要人物 我相信 周瑜会来救你的 你个臭婊子 你要是想周瑜 你就去找他 还是来个痛快的吧 老子要是出去了 一定饶不了你 还有那个不仁不义的周瑜 你们这对狗男女 就等着吧 好 那就等着瞧 我会这一张大法 等着他来撞 这就是秘密关押冉玉墙的地方 守卫森严至少有十五个人干押他 这还是我们直接要面对的敌人 还有更多的敌人 这儿 保安团的兵营距离审讯室的外墙不到十一米 一有情况他们一分钟就可以干押 还有这儿 县警察局距离保安团总部不过四百米 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干押 看来要救出玉墙同志 几乎是不可能吧 保重 如果我们先把他们引出来 再解救 这样会不会更容易些 没错 在保安团总部救人 几乎不大可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引出来 然后再趁机营救 但是怎样才能让图雪兰 把玉墙给带出来 这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不过在救人之前 我们还是要尽快和十一堂会晤一次 向他传达我们的诚意 和我们党的基本政策 你的意思是 十一堂已经有了和平起义的打算 这个我还不敢保证 但是这第一步必须迈出去 至少给他一个暗示 让我去 我在九阳公署打扫卫生 我完全有机会接进十一堂 也好 那你自己多加小心 放心吧老周 我做好准备了 你们怎么能用这么粗暴的行为 好几 你也没有证据 证明任余强是共产党 你们这么做 我怎么向九阳的人民交代 对付这些顽固不化的共党分子 必须动用苦心 我看啊 您保密女约是真有一套 对不起专业大人 对不起 义父放心 这次我一定会让冉玉强招的 如果冉玉强不是共产党 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我会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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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